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民主 美国一些政客总是生活在自我吹捧的所谓民主灯塔形象中 殖民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干涉他国内政 极力对外进行意识形态渗透 事实上他们应该做的是好好关心自己国家的民主问题 除了你刚才提到的义扑索民调 6月YouGov民调也显示 只有31%受访者对美国民主制度前景表示乐观 59%民众对美国民主制度运行方式感到不满 另有民调显示 67%民众认为美国民主受到威胁 52%民众认为国家发展方向错误 中国古语说 知无漏者在雨下 知证诗者在草野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 政治制度好不好 关键在于这一制度能否带来政治稳定 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能否获得人民拥护和支持 美国自身问题一大堆 根本没有资格带着一指气使高人一等的傲慢和偏见 将自己的所谓民主模式强加于他人 更没有资格打着民主旗号搞针对特定国家的小圈子 恶意贬低 甚至妖魔化其他国家的社会制度 美方应该做的是 多多关心本国民众的所思所想 反共自行 正式并解决好自身存在的民主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